嗨,大家好,我是Stair51 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我这个GoPro是怎么一个setup 需要的东西有 这个GoPro的case 这个Van的Mount 带一个弧度的这种Mount 一个螺丝 GoPro的螺丝 还有就是头盔 一般的人做GoPro的setup的时候 一般都是放在头盔的这一侧 就是两侧或者是放在头盔的底上 我之前试过这种情况 但是它的风阻会非常大 所以如果骑的速度比较快的话 它会感觉是有那种风阻 就是感觉它会往后瞪你的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种 而且你放在如果是放在两边的话 它一般至少需要一个这种能贴在上面这个座 然后一个出来的一个架子 然后再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架子 然后才是GoPro 所以它会出来挺多一块的 这样的话它风阻上非常严重 而且不好看 反正挺怪的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种 像我这款头盔 或者其实很多头盔 它的下巴这块它的长度都够 所以我就是用了这么一个有带一点弧线的这种弯的这种可以粘的做 就直接顺着它的弧线一贴 就贴上了 然后剩下就很简单 剩下就只是把GoPro给放上去 然后这个GoPro就是这个很简单 我放的时候我都是反着放 比如说这个正面的话 这个正面的话我都是反着正面放上去 再插上去 然后我也是插上去以后就是这种效果 就插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刚才使我录的时候呢 我是这么着 就是把这个GoPro这么着折起来以后 竖着插上去 就正的方向插上去 这样也插上去 我刚才使的时候 这样的 然后我试着录我一次 这样的话当你骑车的时候 你的头其实是这么一个 当你骑车的时候 你的头是一个向下的一个位置 因为你要你的上升会多少会前倾一些 所以你当你头这种向下的时候 你整个的摄的东西 整个你拍摄角度都只是 都只是冲着你的这个油箱 或者是你的Gage 你的那个油表来走的 所以什么都看不见 除了你的油箱和那个油表以外 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呢它不能再往上扳了 就是你这个已经是最最往上的一个角度了 所以呢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嘛 所以呢我就是把它 把它如果是这个叫正的话呢 我就给它反过来 反过来这么着接上去 反过来接上去以后呢 这个角度可以来回调嘛 你就按照你的自己的身高调整一下就可以 然后大概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大概就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当你头那个汽车的时候 你头是往下的嘛 你可以把它稍微调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角度还是能看到接紧啊 能看到你的油表什么的 这样的话呢 会非常方便一些 而且你这样你来回转头或上下抬头的时候呢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说 因为你的这个这个GoPro是在你头盔下方 所以你的那个挡风的那个风组不会打到这块 所以它对你起高速什么的话 不会有任何影响 而且呢很简单就只是一个座一个mount 然后就完事很简单的一个setup 然后如果大家准备做视频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最好是能有一个固定的点 比如说比如说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头抬太高的话 我如果就是说一点我的车也照不到 只是照那个街景照天的话呢 你就感觉这个这个东西会非常的差 会非常的不稳 相反的如果能比如说百分之三十的那个 这个摄像的角度是固定是能看到你的邮箱 或能看到你的邮表的话呢 这个百分之三十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稳的 然后呢它会带着剩下的那所有的那些图片啊 或者所有的那个摄影的那个东西呢 都会更稳一些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tip 这就是我这个go pro的一个简单setup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给我留言或者是给我发邮件也可以 然后呢我可以下次再帮大家准备一些其他的东西 ok peace out 啊 咱们让Tim Holland坐一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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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